狗和骨头 有一回 狗从肉店里偷了一根骨头 尽快顺着街跑去 穿过村里的草地 下了小山 来到一条小河的便桥上 它停下来 喘喘气 看着十分清澈的河水 水里有一条狗 抬头望着它 它吓了一跳 那条狗 嘴里叼着一根 有油水的大骨头 桥上的狗 瞪着水里的狗 水里的狗 也怒视着桥上的狗 桥上的狗 直流口水 它贪心地想 要是我弄到那根骨头 那我现在就可以把它吃掉 把我的这一根 省下来 留着以后再吃 我知道 有个合适的地方 可以藏这根骨头 此外 那根骨头 看上去比我这根好 上面的肉 上面的肉多点 桥上的狗 威胁地 熬叫起来 水里的狗 嘶哑咧嘴 也好像在朝它熬叫 这么说 你想打架是吗 桥上的狗叫着 它张开嘴 想抢水里的狗的骨头 扑通 桥上那条狗的骨头 掉进小河 被水冲走了 它恼怒地叫着 俯身向前 想去打架 它的骨头 掉进河里去的时候 水里的狗 好像忽然不见了 骨头也随之而消失 当水面的波纹 逐渐平静时 这只狗 注视着自己的倒影 感到自己很蠢 又很恶 感谢观看